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目 他说呢 如果Durant, Kobe跟James的罚球命中率呢 分别是90%、80%还有70% 而且每个人命中与否呢 为独立事件 如果今天三个人各罚一球 球下列事件的几率 第一个三个人都命中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小题 这三个人呢 都是目前的NBA名将 Kevin Durant, Kobe Bryant 还有LeBron James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三个人都命中的意思是说什么呢 这个代表的意思是说啊 因为三个人既然都是怎么样 命中与否是独立事件 那Durant投进我们叫做A事件好了 Durant投进我们就叫做A事件 Kobe投进叫做B事件 James投进叫做C事件 所以三个人命中就是 P、A交集、B交集、C 所以呢我们可以算出来 还是等于什么 因为三事件既然是独立嘛 就是这三个相乘 没问题 所以就是我们把百分比变成小数 0.9乘0.8 乘以0.7 好这里呢算一下 9872所以是0.72去乘上呢 0.7 好724进177449 所以呢是504 对不对 OK好所以是0.504 好这边呢就没有问题算出来了 OK就是第一小题 那第二小题是只有James命中 什么叫只有James命中呢 诶第二小题我们知道只有James命中的时候代表A跟B都没有发生 就是捕事件 就是Durant跟Kobe都没有命中 也就是变成P的什么 A'交集B' 然后呢只有James命中 那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如果三个事件呢 命中与否是独立的的时候 他们的捕事件 彼此之间呢 也都会是怎么样 是独立的 OK是独立的 所以这个地方呢 我们已经不需要其他的东西来做推导 我们已经知道的是什么 就是A'的几率跟B'的几率跟C的几率呢 相乘 也就是Durant没投进 Kobe也没投进 但是James投进了 好 那我们这样子算一下 这个结果就应该要是 PA'就变成是1减掉90% 100减90% 也就是只有呢 0.1的几率 Durant没进 0.2的几率 Kobe没进 然后呢 0.7的几率呢 这个 LeBron James进了 所以呢 算出来的结果就应该是什么呢 是0.014 2乘7 然后呢 小数点下 有三位 好 这个地方呢 也没有问题 所以这一件事情发生的几率 就比较低啦 好 那第三题呢 诶 这个有趣 他说恰有两个人命中 但现在问题来了 他也没有说是拿两个人命中 而且呢 因为大家的罚球命中率不同 所以呢 要把事件分开来想 也就是说呢 恰两人命中 我们就要想成是 有可能是Durant命中 Kobe命中 然后James没有命中 再加上呢 有可能 有可能 我们这边写一下 加上呢 有可能是 反而变成呢 是 这个Durant中 但是Kobe没有中 然后James中 也可能呢 反而最后是 最准的没中 Durant没中 然后呢 Kobe跟James都中了 所以 这三种状况呢 才包含所有的情形 那这每一个情形呢 我们都可以直接把它变成 三个里面各自的几率相乘 所以我这边就不重述了 就变成是A的几率 0.9 乘上0.8 最后乘上呢 这个后面的 补事件的几率 所以就变成0.3 然后呢 这边是加上0.9 乘以补事件的几率 0.2 然后乘上0.7 那最后呢 再加上这个 补事件几率0.1 然后呢 这边是乘以0.8 这边乘以0.7 所以我们来算一下 这边呢 98 72 72呢 再乘以3 是216 所以这边是0.216 再加上呢 97 是63 63 再乘以2 是这个126 所以是0.126 那最后呢 87 56 再乘以0.1 所以呢 这边呢是0.0 多少 56 这边全部呢 加起来 我们写一下 216 126 好 这个数字呢 当然 好 还是不要算错 8 8 进1 所以这里是9 所以呢 最后算出来的答案应该是 这个 0.398 将近有40%的几率呢 会恰有两个人命中 OK 刚刚还有两个人命中 那最后呢 最后呢 最后议题 我们看一下 至少有一人命中 也就是说呢 A事件 或者B事件 或者C事件呢 会发生 可是其实我们不喜欢看到或 在几率的时候 我们反而在独立事件的时候 我们喜欢看到且 为什么 因为就可以变成几率的相乘 那大家有没有概念 其实或的事件呢 就是什么 这个事件 是A' 交集B' 交集C' 的' 我们可以呢 把这个 A连级B 连级C呢 把它 底膜跟两次 反回来 所以呢 你其实就变成什么 就变成 1-P的 A' 交集B' 交集C' 为什么要这样说 其实至少有人 一人命中的意思 就是说 不会完全都没有人命中嘛 对不对 这里的意思就是 Durane也没进 Cobie也没进 James也没进 那当然呢 这两个状况 刚好是互补的 所以就用1-去它 那你算出来 这边其实就是用1-去减掉什么 PA' 乘上PB' 乘上呢 PC' C' PC' C' C' 所以呢 算出来就是1-掉 Durane没进 是0.1 Cobie没进 是0.2 James没进 是0.3 所以算出来 其实就是1-掉 0.06 得出的几率是多少呢 就是 0点 这边不是0.06 对不起 应该是0.006 0.006 所以呢 就会等于 0.994 所以呢 至少有1人命中的几率 其实很高的 因为3个人 都没有命中的 这个几率呢 是蛮低的 乘起来呢 只有0.006而已 这个几率是0.061 就是0. 0.111